臺灣的老闆 大家辛苦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 臺灣學棟的山上特報 老闆你好 我是主持人 臺灣學棟的副執行長 陳毅齊 今天我們很開心邀請到的老闆 是一個是我們高雄小孩 但是他到北部去吃頭路 吃頭路後 食材到先生和先生審北部人 帶回來我們高雄大就對了 通常臺灣都是南部小孩到北部去取緣 但是一旦他北部取緣的位子 如果要回鄉都相對比較困難 因為他們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比如說生活品質 不然他們就會認為說 不然就是這個工作 找頭路 不好找就對了 我們今天很開心邀請到的林品文 他是木木家 手工烘焙工作室的老闆娘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他來跟我們的現場 品文你如果大家問好一下好嗎 大家好 我是品文 是 品文很出名 他做的手工烘焙 堅持一件東西 我們上次怎麼說的 做豆花 他這個豆花怎麼堅持用天然食材 我們的品文呢 他這個木木家 手工烘焙工作室 他也是堅持用天然食材的這個東西就對了 對 你要怎麼說的 為什麼你要堅持這個東西 尤其 我就覺得很奇怪 經濟如果不好的時候 台灣的經濟這幾年其實 基本上比較壞嘛 理論上消費燃料也比較壞 為什麼我們的天然的東西 好像反而興起 你是在堅持什麼 為什麼要用天然的食材 主要也是因為小朋友也出生了 然後身邊像自己的爸爸媽媽也都有高血壓 或者是糖尿病這方面的疾病 那這慢性病跟就是現在社會 蠻多人的飲食習慣 也會造成就是因為高油高糖或是高鈉 這樣會造成很多慢性疾病 那就是就我們以往 就是在餐廳工作的經驗 然後還有去學烘焙的這個過程 就認識到很多這些食材的添加 是可以減少或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說 朝這個方向來努力這樣 是 但是平穩 你知道台灣 我們台灣社會一般的消費者 大家化工的化工食品吃很多 添加物吃很多啊 吃到其實我們的味蕾根本就分不出來 甚至利用天然食材 經濟比較不好的環境之下 消費能力大家比較節制的情形之下 這比較貴不好消 對啊 所以我們就是愛客說 有時候吃過的人拿去幫我們倒介紹 因為吃過的時候 他的身體是很誠實的告訴你說 因為這個食物吃進去是讓你覺得 會不會口乾舌燥啊 會不會覺得你腸胃脹氣不舒服啊 所以就是這些實際來幫我們 就是有吃過的朋友幫我們做分享 就是最好的廣告這樣 是 等一下平穩 我們問一下 你去台北 你也可以在台北創業啊 你跟你們先生去台北實施嘛 你為什麼不住台北 為什麼你後來說要選回來的高雄 他風山嘛 為什麼這個緣分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緣分說起來也蠻特別的 因為其實當初去北部工作也只是想說去打工兩個月 也是想說去度假這樣子 因為這個餐廳它是在汐止的山上 那就是被山環繞啊 然後有小溪在旁邊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這樣被大自然包圍 那因為我很喜歡那邊的氛圍 所以就是打工了兩個月之後 就變成在那邊做正職做了快四年 所以你應該去台北啊 如果他應該去台北的位 這就是因為很巧的是 就是申請了這個移住待戶 黃埔新村這個計畫 那當初也是因為 還不是很確定說未來要往哪裡去這樣 那經過這個計畫的申請 真的確定有申請上之後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回自己的家鄉來試一次這樣 你說移住待戶是什麼東西 移住待戶 什麼樣的案還是什麼樣的 你要介紹一下 那是文化局就是有 在江湖市文化局 對對對 然後在黃埔新村裡面 然後讓… 你說鳳山黃埔新村嗎 以前是貫穿那個地方 對 然後讓大家去申請 那你有申請書啊 是 然後去審核這樣 然後去審核入選通過之後 你就可以進住這個眷村裡面 然後就是修繕它 然後做一個我們等一個基地這樣子 是 創業的基地這樣 所以你們本來是 要去黃埔新村那裡移住待戶 申請到之後 他要做創業的基地 對 那後來怎麼會結束一下 我們在那邊入住了一年 那實際這一年入住的時候 也遇到很多狀況啊 例如說老屋問題蠻多的 例如說需要修繕有漏水啊 或是粉塵啊 或是白蟻啦 或是各式各樣的昆蟲什麼的 但是這不是大自然嗎 這是大自然 開玩笑 但是就是我們想說 這個好像 環境是很適合居住的 但是對於我們要做這個烘培業 可能需要有一點顧慮 就是這個衛生環境上面 那所以我們後來就是 沒有在這邊住滿三年 但是我們就是又在鳳山 因為實在還是太喜歡鳳山了 所以又在鳳山找了一個 我們另外租了一個工作室 這樣子 太喜歡鳳山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是鳳山的小孩 OK 鳳山的小孩 但是你先生呢 你會為北部小孩 你騙下來還是怎麼騙下來 你先生有辦法在高雄南部生活嗎 我說一下 我實在有很多台北的朋友 我一個最經典的就是 我這個台北的朋友 對不對 他告訴我 我不能夠沒有MTR 就是沒有捷運的地方去生活就對了 我的意思是 有了我們高雄 你們高雄比較兩條不算 這樣就對了 所以一定要有捷運路網的地方去生活 我想有辦法有這個恐怖的事情 所以你先生 願意到你還是 一方面也是考量說 我們家人 就是我的娘家是在鳳山 那就是我們想要創業的話 如果有家人可以在身邊的話 是大家可以互相照應 可以互相支援一下 那我們就是比較有餘力去打拼這樣子 是 那另外一個就是 老公下來的話 他其實就是 以前在餐廳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工作時間很長 所以沒有常常往外跑啊 沒有什麼很多消費娛樂這樣子 其實是還好 而且工作很累就對了 對工作時間長 但是我們大部分時間就是 除了在餐廳這個環境 不然就是在家裡 就是這樣量跑 就是基隆跟戲子這樣兩邊跑這樣子而已 所以沒有說太常去各地啊 嗯嗯 就是說你的生活有很大的部分 就是百日工作上面就對了 對 但是你現在創業不是怎麼會這樣 也會 甚至是工作時間應該有很長的 對 還有家鄉 南部你做貨物業 怎麼會不好做 來創業競爭來南部 這跟我們的常理 有一點沒什麼一樣呢 這是什麼 其實是萬事起頭難啊 就是不管是各行各業 但是我覺得就是在鳳山這個就是自己的家鄉 地緣環境也比較熟悉 然後其實交通也很方便 然後像市場啊 學校啦 或是各個食衣住行其實都很拒全這樣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生活機能很方便很具足的條件之下 對我們想要就是創業的話 各個資源的取得也比較就是比較好取得 所以比較不會那麼困擾 這樣說起來我們高雄算宜居城市喔 就來民主住在鳳山為榮的 真的 這幾年高雄人真的是比較有驕傲感 對 所以國民黨的高雄爬不起來 怎麼有得力啦 OK 開玩笑 但那個平衡你要說的是 既然你選到高雄創業 高雄的創業環境跟台北的創業環境 是說你遇到了消費者 台北會不會消費者的嘴巴比較挑 所以他們懂得挑好的 反而你做這個天然的手工的 反而高雄會比較困難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對 一開始的時候也都會 遇到很多婆婆媽媽 因為大部分買這些麵包啊 或是吐司啊這些都是 婆婆媽媽在準備的嘛 那他當然要從他的荷包裡面 要拿出多少預算 可能也都是固定的 可是我們就會就是很不吝色的請他試吃 或者說我們就是 所以今天有渣啦 我也可以試吃的 對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 常過你就會知道不一樣 那不一樣他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我會就是跟他介紹這樣子 那我們的用心之處這樣 像很多 蠻多客人會說 我吃麵包會脹氣 所以我都不敢亂吃 對 不敢亂吃外面的 然後但是我就說 那你要不要試試看我們家的這樣子 那他吃了之後就會跟我們分享說 真的不一樣這樣子 真的不會脹氣 對 那你是有咖啥火嗎 還是怎樣 天然那種 其實我是跟他說 第一個主要原因就是 你要細腳蔓延 那是現在很多人缺乏的 我過了你有咖啥嗎 開玩笑 你說這個其實有一點同樣的原理 就是我們用的是天然的酵母 自己去用水果 然後是不同的穀物去培養出來的酵母 都你們自己培養的 天然酵母 那他加進去之後 他其實需要大概十幾個小時的發酵 不像一般麵包他速成的 有那個發酵粉 直接放下去之後 其實他也是天然的 可是他因為很快速的膨脹起來 所以他這個過程當中 沒有辦法好好的去分解這個澱粉 或是這些穀物的一些成分 然後反而就是有一些人他是吃到 沒有辦法好好消化 所以造成脹氣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原因 那如果當我沒有去學烘焙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這個 是為什麼會這樣 可是當我知道之後 我們可以用時間去換這個 所謂的 就是取代這些不舒適的感覺 那我們花的 其實就是我們的成本 就是在於這個時間 我們願意去投入這個時間來換取 就是更更更更健康的 你就是為了要為你的產品 對 你的產品更好 對 比較健康 給消費者 要什麼你是 人通常做生理 為消費者 會這樣欲錢就好了 要怎麼欲他的錢就好了 你心裡怎麼這麼不同 甚至你的身分更高 其實我們自己做麵包 我都自己也在吃 有时候就是不知道外面吃什么 因为现在外食蛮外食足很多 那连我们自己就会觉得说 吃到外面不知道要吃什么 那有时候早餐起来又吃太油腻也不舒服 虽然那时候我们就吃自己的面包 那你要自己敢吃的东西才可以卖给别人 所以不会想说 我只是想要赚钱盈利这样子而已 如果要这样的话其实太简单了 因为就是可以做很多好吃的面包 然后很多口味很多花样花石都不一样的 那其实消费者其实很容易会被这个就是 台湾的包装包装漂亮漂亮就好了 对 然后又好吃又好看 但是我们的就是 生的可能 不好吃的感觉 不好吃的感觉 对 看起来很普通的 OK 它的外型可能比较普通就对了 但是真有内涵嘛 对 就是它是值得你这样去细细品味的 OK 但是这些很舒适的人 大家要素食啊 不要打开一个胖就加下去了 快去上班啊 你为什么要细嚼慢咽 对 你是当时高兴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慢活乐活的 慢食乐活的这个 对 其实因为现代人真的是生活紧张啊 脚步伐很快 对啊 然后有时候连早餐都甚至没有时间吃 对啊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说你不一定要每天都改变你的饮食方式 你可能一个礼拜慢慢的开始去调整你的饮食 其实就可以有很明显的改变就是对自己的身体 因为你要就是真的是主要是要照顾好自己 才有能力去做其他的事情 OK 那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样小东西就是从早餐或是点心 其实这都是一个小的影响这样子 是 但是你做这个天然的你自己为 因为你刚才说用时间嘛 对 纵使你这个酵母 你要发酵的时间也要短 你用这个时间 这些成本都成本投入 你的胖又比人家贵 这对你的盈利应该有比较大的利润的压缩 对 因为我们其实到现在就是 可以算是手指有平衡 它虽然可以活到现在这样子 OK 不然的话就是 就是其实到现在已经算快要两年的时间 还有这个就是可以比较稳定这样子 是 那其实在这个之前都还是就是需要很多 就是也有辛苦的地方啊 就是还要有时候会剩下啊 或是 对啊 你就吃不了了 对 当然是我们自己吃吃 就还很开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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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但是我们就希望说还可以介绍给更多人 OK OK 你如果没练 实际很多游民啊 曾经去那个凤山街友中心 哦 真的哦 OK 然后他们就是也都很乐意接受 我們也覺得我們也很開心 這樣可以跟那個街友分享 因為我們現在食物浪費很多 所以我怎麼有一個心願 我曾經說我到老套 我絕對要買豪宅 豪宅會比較要去一個街友中心 每天有一個社會食堂 來街友棉被 我豪宅的價錢降低 豪宅價錢降低之後 他就會來要求我搬走 我說可以 那我就抬高價錢 看你要多少給我搬走 我都會想這個 開玩笑 我們再說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記得剛才我們節目前進 你有說過高雄的消費價 比較不一樣 什麼不一樣的方式 反而這個不一樣 有助於像你們小型的 算是微型創業的東西 什麼 什麼樣的不一樣 我是跟高雄的婆婆 媽媽也是跟他家裡 怎麼說 什麼 東家長西家短 會覺得說一聽到你的東西 覺得不符合他的預算 他外面就跑了 可能你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 可是有一些他就還蠻願意聽你說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個整個 你從養酵母的過程 然後整個這樣製作的地產 跟他做分享 有時候像我們去市集 市集也是一個很好接觸消費者的管道 他更能夠了解到我們用的食材 我們製作的過程 甚至我們也有在我們的臉書做分享 所以就是讓更多人可以知道說 吃的東西它有不同的選擇 那有不同的口感 不同的這些製作方式 那你也可以就是來嘗試看看 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們高雄的消費者 尤其婆婆媽比較有爛肥就對了 對 是 我們高雄人士比較有爛肥就對了 比較可以接觸這種方式 就是覺得說比較 應該說草根性嗎 還是說比較Local的這樣子 OK 比較有那個 人跟人資的基尼比較緊 對 沒錯 左臨右色 有時候也會來串門子啊 好奇進來 我們就說 呵很歡迎他進來 是 對 剛才平文 你有說過就是說 你這個天然食材的資產 有很多你的食材 其實都來自於小農 對 什麼 你是 其實我們以前是 在餐廳上班的話 食材是直接從 就是例如說 果菜批發市場 直接這樣子進來的 可是就是我們沒有選擇的機會 就是可能他送什麼來 你就要用什麼 可是當我們自己 來做這個工作室的時候 我們就是所有 你所有的事情 都要自己包辦 就是連採購食材 然後還有製作這些過程 都是我跟我先生兩個人 這樣子一隻手去做的 那所以就是 我們在市集擺攤的時候 剛好也就是在那個 小農市集 是 對 那我們的周遭 就是都是農夫 是 那就是他們都很熱情 其實農夫他就很樂於分享 他有種什麼 他就拿來給你這樣 OK 那我們就面包跟他交換這樣 有時候擺攤 一屋一屋就對了 對 其實這是很 對 他們這 其實從以前農村社會到 就是他們都是有這些習慣的 所以我們就是 這種善的交流這樣 互相交流久了之後 就說發現說 其實他們有時候小農 之所以辛苦 他們辛苦 其實我們也辛苦嘛 那他們的辛苦就是 他們又要種 又要賣 其實是 時間也是很長 是啊 那像我們就是 又要買 又要做又要賣 其實也是時間 時間很長 對 那其實我們就互相 這樣互相幫忙 你現在有盛產什麼 地瓜啦 或是盛產什麼鳳梨啊 我們就把它拿來做做看 做成烘焙的產品 看是不是可以讓更多人 可以吃到 那這些都是當季的蔬菜水果 那其實經過我們的加工啊 把它料理一下 變成這個比較方便使用的 麵包吐司這樣子 然後小農的東西 它就是可以比較 削的比較快 它不會說 現在的人可能外食比較多 他沒有煮飯啊 沒有煮菜啊 然後所以這些 他猜不到賣給誰這樣 可是他的 例如說 因為我們用地瓜葉 來把它打進去麵糰裡面 它就變成綠色的麵包 然後南瓜也可以打進來 變黃色 就是天然的色素 就不需要去用什麼化學的 人工的東西 那這些的話 它也有帶有 它原來食物的味道 那我們把它 這些做起來之後 就是變得比較 讓消費者 他可以很快的 吃到我們的手作烘焙 那又可以幫助到小農 他又可以吃到 新鮮的當季蔬果這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減二果 就是很多 OK 這是一個很好的 我們是一個 跟小農是要變成 很好朋友才對 是 對 然後這是跟小農 我們都會說 小農朋友的好 就是剩於醫生 就是你認識小農朋友 就不用去找醫生了這樣 為什麼 因為其實小農給你的食材 就是最天然的食料 對 你也不需要 你如果都有照著 這個潔氣的食材去吃的話 那又搭配我們這個 燒油燒糖 這樣是不是很養生 OK 我們才會說 其實我們跟小農變成好朋友 是我們做烘焙之後的 才慢慢有這個循環的這樣子 OK 所以其實 因為小農跟你們天然的 吃下去可能都吃百里 台灣要達到那個 其實我們這樣一邊做也蠻開心的 就是有一點邊做邊玩邊實驗的性質 對啊 因為我聽起來 季節食材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動頭腦說 嗯 再有什麼變化啊 這樣子是不是客人其實他也可以嘗鮮 就是也不會說你都做一樣口味的 就很無聊這樣子 可是你隨著季節變化 他一直有蔬菜水果出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就想辦法把它做進來 不管是做成麵包 做成餅乾 都好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可以 又讓我們的產品更多樣化 那也刺激我們一直去研發新的東西 我覺得這也是很好的 對 但是因為你剛才說在台北的時候 你的生活就變成工作跟家人 但是你回來自己創業 不是時間也拉很長 你的生活品質會因此而好嗎 變好嗎 其實也要蠻感謝家人的這樣互相支援 就是例如說像我現在小孩一歲多 那也是就是家人都有 有時候就可以幫我們顧一下 就是我們工作時間 可能會有烤箱比較危險的 是 進出路的時段這樣子 就是有家人幫我們看顧著一下 那我們就是早上製作比較忙的時間 忙完之後就是 就會有一段空檔 可以吃午餐啊 休息一下 然後下午才出去擺攤這樣 雖然時間是 整體時間是很長 但是中間的時間是彈性的 OK 就是我覺得 這是自己做跟去上班 最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個人的可支配時間 自主的時間其實是變得比較多 對 可能收入沒有以前在餐廳工作的高 可是就是獲得的可能不是金錢 可以衡量的更多額外的附加價值 但是有的人說 哇你們這個年輕人世代 你們有三十 可以問一下 有有有 但是你們這個年輕人世代 都沒有企圖心 這樣會這樣 有沒有這種社會的壓力 有很多的就是做對社會有幫助的事情 這就是很大的企圖心啊 這幾個真的好漂亮 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我們就是從一個很小很簡單的食物 開始做這樣子 就是很多人容易忽略 可是我們卻一直去想 也很奇怪的平衡 你怎麼會有這種社會責任感啊 應該是說其實是 對吃的食材是有興趣的 是 那因為這個興趣 我就覺得說 怎麼把興趣可以把它轉變成說 可以幫助到別人 有的人那個對社會 那個對食材有興趣 但是怎麼把它變成錢 對不對 變經濟生活改善 對 你不一樣耶 但是我覺得就是 只要我們的物資收入啊 可以收支平衡 然後我們可以自己養活自己啊 然後就是主要是 家人也沒有給我們太大的 就是需要負擔什麼 所以讓我們比較有空間可以去發展 這是我覺得我們很幸運的地方 所以我們才要更努力去做這樣 所以你為北部到高雄 你認為生活品質是體制的 我覺得是精神層面 精神層面 對 精神層面 跟就是 因為你在做一件這個 你自己自我在實現的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說 就是比起可能只有 沒有上班 然後會領薪水 然後就花掉這樣子 你的生活會更有意義一點 因為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OK 這很特別喔 你有看到其實台灣的少年世代 它不止於 他們的地球不止於物質 跟金錢 他們的地球可能真的都有 還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精神的贊助 還有健康才是比較健康 對 OK 所以某個程度 你是對我們社會的運作 是真的有配搭嗎 是真的有歡性嗎 不然你選擇 選擇這樣 感受以及感受 所大的樂趣 以及你的追求 而且還講精神層次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就是 其實 就是小我的累積 就是一點一點 去從這個生活中 你慢慢 就是從自己去影響別人 這樣子 然後就是 雖然它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可是它其實是不簡單 這樣子 那我們就希望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不簡單 讓更多人知道這樣子 OK 然後也 提醒大家 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飲食習慣 或者是說 健康的問題 是 所以其實你的東西 今天邀請你來節目是吃政客 因為我覺得 平衡不只是介紹他的食材 他應該介紹 你開這個 烘焙工作室後面的哲學態度 你的生活哲學態度 就是生活夠用就好了這樣子 生活夠用就好了 不要太多 對 你活得很簡約 過於不及 對啊 主婚主義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讓人欲望無窮 欲望還會再生產 為了要不然就你欲望 你就要用更大的精力 對 當你用更大的精力 不然就你的欲望之後 你的欲望因為再生產 你就要用更大的精力 所以我們就好像要像滾龍老鼠 但是你好像在這個蚊子裡面 讓他30出頭的欲望 你就把他的生活模式喊停喊咖 然後想要從這裡頭逃逸出來 其實在以前餐廳工作 受的影響也蠻大的 主要是老闆的理念 你老闆是這樣的理念 他就是也跟我們 就是我們都在餐廳 租在餐廳裡面 是 就是一起生活這樣 所以我覺得那段時間 還有被大自然的 包圍的環境之下 也受到很多 就是可以跟大自然有連結 你要去觀察世紀的變化 可以去爬山 去賞花 這些人叫先鋒盜骨啊 哇 這是很不容 年輕人可以有這樣的心境 這個很特別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緣分讓我去到那個地方 是 所以我就覺得說 其實有一部分也是我自己的選擇 因為我選擇去打工 是 所以才會就是累積這個歷程 那慢慢對這個料理啊 對食材有興趣 是 才轉而做烘焙這件事情 是 林先生有辦法嗎 還是林先生跟你 沒有我們就一起啊 OK 所以他也是這樣 像我現在在接受訪談 他就可能還在麵包車那邊 準備收攤了 要回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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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我去一個學校分享也是啊 就是他在家裡面準備麵團 就是很多事情是需要分工合作 就是我們做我們能力 可以做得到的量 是 然後像就是 我在這裡 然後他也在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是一起在努力的這樣 是 其實他們用他們的方式也努力啦 也很用心的就活著啦 尤其高度的資本主義社會底下 當然我們的主流的社會 我們這幾集的老闆裡好 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 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 因為我們通常 台灣的少年世代都會跟中國進行 比高 中國的少年世代 人家都會說 他們有狼性就對了 雖然有人說 那個狼性是長人的人 開玩笑 因為有狼性就對了 所以他們都有這個 這個企圖心也甚至 用他們來說叫aggressive 就這麼有攻擊性的地方 但是你們不是 台灣的少年世代 有的人說比較穩 比較適合 但是其實你們 某個程度是 為我們的主流的 生活模式退一步 你們是有時刻的 對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我們做這個掃油堂 是一個小眾的市場 非常小眾啊 對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也就是剛好兩個人 就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小小的 把它做好這樣子 顧好我們的品質 這樣子就好 你們對未來有什麼想像 未來 未來就是 對啊 那不是說 對啊 你們這樣都打平 那你那個 可以現在已經有 建路加進了 建路加進就對了 對 那也是就是 累積前面種種 很多貴人啊 然後很多親朋好友啊 支持啊 介紹啊 然後還有我們就是 跟小農變成朋友啊 是 讓我們一直不斷 研發新的菜單 OK 是 這種生活模式 尤其我們小年世代 其實非常非常普遍啦 我會覺得說 這是我們 當時 過去台灣 過去我們 因為當時 那個經濟發展的當中 我們當時 可能每個人都會 追求物質 對 但是我們小年世代 物質的生活當中 他們的行動的時候 是不斷 台灣的不斷 生活最好 但是到那個禁止 之後他們開始 了解到 在了不斷之外 或許有不一樣的東西就對了 雖然他們不是 對這個主本主義 猜出一個說 這個主本主義 要怎麼配搬 用理論性的配搬 但是他們用 生活的一個實戰的方式 其實 跟這個主流的社會 運作有一些 包括他的生活哲學完全 都有一些不一樣的 對 我覺得很難得 很難得 最後我問一下 因為你剛才說貴人 我也希望 我可以成為你的貴人之一 好多貴人之一 所以我要問一下 你們通常 比如說你們三片 我們要怎麼可及 我們就是 目前可以在網路上 就是我們有臉書 可以留言訂購 那我們也有 就是工作室 也可以直接到我們工作室來 我們也很歡迎大家 來做做喝茶 像我最近就是 有做了美酒 現在當季 然後 我喝酒 明年的這個時候 就可以開封 大家就可以來品嘗 這樣子 OK 然後還有各地 收集來的 小農的好物 都可以到我們工作室來 是 那真的是 非常非常不簡單 今天倒下平穩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也要結束了 我真的是 要跟我們少年世代的朋友 還有我們 算上的一個觀眾朋友說 其實台灣的少年世代 真的有很多人 不是我們說的草莓族 他們用一種 他們自己的方式 去追求他們自己的生活 跟他們的人生 以及不一樣的 未來的時刻 我們 那個老闆你好 下廚再回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